早起的鳥的有蟲吃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楊威 我是蘇維媛 每天早上8點鐘 告訴你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好 投票 我想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一定在想 還有沒有繼續漲的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個新春開紅盤以來 上個禮拜 一口氣一天就漲500多點 上週五稍微的拉回 接下來的行情怎麼去做看待 好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所以我跟各位講 每天早上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收看威遠老師的節目 我一定會給大家帶來一些新的東西 我每天都花很多時間 準備資料 然後收集國際股市相關的資訊 跟大家來做報告 比如說各位投資朋友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大盤到底怎麼看 你如果從大盤現在這個日K線的結構上面去看的話 會不會有震盪的可能 我覺得會有 但是個股表現的機會還是很大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大盤 我們記得看一件事 你看喔 禮拜五的美國股市其實普遍都是稍微拉回 道雅 道雄 SP500 納斯達克跟費神半導體都稍微拉回 但是拉回的幅度其實沒有很大 那影響的主要的個股票 我們來看這一張股票 這張股票叫做美超微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跌了快20% 所以今天會不會影響到AI股票 一定會 沒有任何這不是疑問句喔 不是會不會喔 這個是肯定句 一定會 那只是怎麼影響的問題 那以及呢 你上個禮拜有沒有先避開的問題 我再跟各位重申一遍 AI股票我們依然很看好 但是呢 低買高賣還是很重要 有些地方高了不要追 我是不是這兩天一直跟大家講 短線過熱的你要先獲利了結一趟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喔 我們對照一下 那美股稍微為什麼會拉回 主要是PPI的數字 生產者物價指數沒有那麼漂亮 那以及呢 五月份本來市場預期要降息 那現在看起來可能會往七月份做移動 也就是說降息的時間會稍微往後 那經濟數據沒那麼漂亮 所以呢美股在禮拜五稍微拉回 好 所以各位你看 但是我講為什麼是個股表現 你看這個貴買指數是不是一直在漲 大盤已經在真的是滿高的位置 我絕對不能說低嘛 為什麼 這是創歷史新高欸 大盤絕對是高 但是貴買指數你看這個連續上漲的態勢 不太一樣 所以本週以個股表現的機會會很大 大家要好好留意我講的話 個股表現的機會 那怎麼樣表現 第一個台積電 上個禮拜五我想 魏老師在節目當中 就特別跟大家預告他會幹嘛 他會拉回 你看喔 為什麼會拉回 我跟各位講過嘛 你注意一下 當他跳空大漲的時候 主力並沒有進來買 也就是說他沒有進來買單 他沒有進來抬轎 所以我禮拜五的早上 才給各位這樣的結論 短線會拉回 那是不是小幅度拉回 我說會拉回的股票有三檔 一檔叫台積電 一檔叫廣達 一檔叫微創 那我們來看一下 廣達的走勢更是戲劇化 禮拜五跌了6.8% 跌的幅度很重喔 來你注意看喔 這個往下殺喔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重點 來你看一下 這個一樣的狀況 上個禮拜五 來我們看一下 上個禮拜四吧 應該說上個禮拜四 新孫開紅盤 他的位置在這裡 跳空大漲 還差一點快要漲停板 那你注意看 當天的主力 有沒有在做做 沒有對不對 我是不是在禮拜五的節目 早上就跟你講 廣達會拉回 剛好他開出來 一月份營收 表現也不漂亮 禮拜五就大幅度拉回 哎呀 溫文老師 你又早預告了 但是你注意聽喔 他有沒有轉空 沒有喔 為什麼 你看這個 通通都是紅K嘛 都是多方格局 所以他沒有轉空 可是沒有轉空的情況是 萬一你在禮拜四 開紅盤那天 一個不小心 就是什麼 太興奮喔 腎上腺素增加 因為你過年期間 可能啊 手上沒有什麼持股 或者是你不知道該買什麼 結果禮拜四 一個開高 你去追 今天就討勞 你今天就更擔心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美超圍 跌了20%嘛 你更擔心啊 但是我們比較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高的地方不能追啊 什麼地方再來買 我跟各位講 廣達買的點位只有兩種機會 第一種 阻力盤中有進來做多 第二種 出現白K 只有這兩種情況 才可以買廣達 這樣聽懂了嗎 這樣聽懂了嗎 好 我們再看 再來是偽創 一樣嘛 你說廣達跌 偽創很難獨善其身 只是說因為偽創 開出來的營收 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它比較跌的 它跌的比較少 但是你看這個阻力 一樣啊 對不對 禮拜四大漲的時候 它根本就沒進場啊 所以你要會判斷 我跟各位講過 我們股票進出 絕對是根據專業判斷 不會憑感覺 憑感覺 那真的就是 等著幹嘛 學費就繳不完 好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我跟各位講 其實你看喔 整個行情當中 你看像這個 我們的Light上面 在2月16號當中 各位還記得嗎 禮拜五的節目 我跟各位講 有兩檔股票 要注意 我特別講兩檔 但是都蓋牌 有一檔 禮拜五就漲停 有沒有 早上中市講的兩檔股票 已經有一檔漲停了 賺錢獲利搶速度 另外呢 早上節目就講了 台積電 廣達 智源 短線過熱 有沒有 三檔重量級股票 通通拉回 但是投票 你要前面 先能夠判斷出來 因為你不能夠 我跟各位講 做股票不是說 我每天都買 死報活報 永遠都是買 每天都在買 我跟各位講 那絕對賺不到錢 為什麼 因為你想一個邏輯 你每天都在買 每天都做多 那沒錯 可是你總會有 容易買在高點的時候 你一旦買在高點 那個一回檔 你就套住了 套住你的資金就卡住 其他股票有機會漲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跟上 所以它產生了一種 惡性循環 應該說 我應該不要講惡性循環 你沒有辦法產生 良性資金互動 沒有辦法 讓你的資金有效率的輪轉 因為你的資金卡在那邊 為什麼卡在那邊 因為你都追高 追高你看到其他股票 在漲 好像很厲害 這好厲害 看看 最後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只能幹嘛 只能把你原本套牢股票 殺掉 然後再去追漲停 魏老師 這個不就是追高殺低 對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追高殺低啊 因為投資人往往會在不自覺的當中 產生這樣的動作 你看我們是不是都跟你講 會拉圍我們都跟你講 廣達我也跟你講短線過熱 偉創我也跟你講短線過熱 台積電概念股 來我先跟各位講個東西 這我等下再講好了 我先跟你講個東西 開紅盤那天我跟各位講這檔股票你要注意 叫做榮年發 對不對 我為什麼講它是機會 因為第一個它是AI股票 第二個它現在是什麼 呈現什麼狀態 買一點它是白K 對不對 記得嗎 我說這檔叫榮年發 五開頭的股票 禮拜五 直接漲停 我們漲20%再來開牌 說不定今天就20%了 我們絕對視線預告 來你看榮年發 恭喜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都先讓我們的家族會員朋友先上冊了 所以你看榮年發 2月16號就是禮拜五 直接漲停 果然光上漲停 榮來發榮年發 恭喜大家 你也不用去猜 可能你猜得出來 這個就是AI股票 你可能猜得出來 但是那不重要 為什麼 你的成本跟我們的成本 可能已經差15%以上了 那就變成你再追高囉 那你要這樣子嗎 我覺得不是很好 對不對 你看我已經邀請你 各位朋友 我有沒有先邀請 一定有 我說這個是白K 這絕對是買點 你看它又白K 你注意看 這個真的需要經驗 它又是白K 然後主力又做多 這不是買點 那什麼是買點 對不對 而且它股價還沒創高 你這個時候買絕對幹嘛 絕對安全嘛 有沒有 張庭 對吼 對啊 20%我們再開牌 再來 所以我說開高後股票一定會震盪對不對 你要什麼 明顯過熱的股票不要去追 廣達 偉創台積電 不就是嗎 股票漂亮買點 你就是要利用那一瞬間 有沒有 過熱的 反而適時的 獲利了結一趟 會員朋友就更簡單 跟著文文老師 我們可以佈局股票 或者是要出場股票 我會第一時間通知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來 這一檔股票 我們在禮拜五的節目我也給你看 那一天的K線 因為早上 我為什麼寫2月15 因為禮拜五早上還沒開盤嘛 所以它K線長這樣子 這一檔是封測的股票 跟AI有關係 禮拜五 盤中直接拉漲 你也不用猜 你也不用猜 可能你猜得到 但是我已經講過 你猜到 那也不重要 為什麼 你的成本跟我們的成本 已經差了大概10到15% 那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其實 格率充了很多 有時候短線 你漲兩支漲停 再追 都會有風險 那就沒必要 對 那就沒必要 是不是光是漲停 好 所以回頭上面來講 AI標股的一路發專案 各位就好好把握 我們有很好的股票 我要跟各位分析 我就會找什麼 找它的低點來的時候 因為AI股票很多嘛 包含組裝 包含散熱 包含光通訊 包含記憶體 等等很多的 我們就找什麼 找像這樣子的股票 已經翻多但是沒有漲很多的 或者像這種更好 有沒有 呈現白K的狀態 這種股票絕對都會是很好的買點 絕對都是很好的買點 所以你想跟上我們的 直接跟著我們一起做操作 那另外我剛才有講 有一個族群很強 台積電的設備概念股 我舉兩檔例子 這一檔叫軍豪 已經連續供兩支漲停 台積電相關設備概念股 2467自勝 他也噴了三支漲停板 所以主軸是不是 還在電子股上面 對 那當然會有很多投資朋友說 哎呀這個 股票我追高了 我不敢追 對不對 當然啊 我不是請你去追高嘛 我是要跟你講什麼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強漲之後 因為今天喔 那個資金的敲敲 像你直接聽我講喔 我跟你講這個邏輯 今天那個資金敲敲敲板 它會互動 它會互相擺盪 為什麼 因為 美超委不是大跌20%嗎 所以今天AI 的資金跟台積電設備概念股的資金 它會激烈的震盪 所以你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AI股票如果有拉回 找買點 那短線上面要轉強的台積電概念股 你可以做留意 概念是這樣子 我先講概念是這樣子 那這個設備股還有誰會漲 有四檔股票 我列在上面 那我列在上面 那你看我們把帳號寫在下面 怎麼樣取得 請各位加入我們的Lite 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 MMAE888 小老鼠 MMAE888 先做輸入 我們有分別是代號1開頭的 11XXX 代號3開頭的 3XXX有兩檔 那以及一檔貸號6開頭的 6XXX 這四檔都是台積電相關設備概念股票 那這個資料在今天顯得更加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在禮拜五晚上 美超委沒有拉回 這份資料我可能還不見得會馬上的跟大家做分享 為什麼 因為可能AI股票還是有戲 還是會動 但是經過今天的禮拜五晚上美超委的拉回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知道什麼 廣達偽創 今天短線上面還是會幹嘛 還是會受到挑戰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他們受到挑戰 台積電的供應鏈 因為你說台積電是AI乾淨股票 原則上也是 對不對 你看那個奧特曼 有沒有 美國那個奧特曼 Open AI之父 他就已經講了 他把台積電列為他們的什麼 他們的策略合作夥伴 而且是最前端的 最重要Top1的合作夥伴 所以台積電就是標標準準的AI股票 那他是AI股票 那他的設備乾淨股呢 其實也算了 所以你看 講來講去 AI來AI去 好像還是在這個族群當中輪動 各位對不對 還是在這個族群當中輪動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台積電設備乾淨股 你看這個投票 你再看一遍 親愛的兄弟姐妹 好朋友們 你看這個至聖式設備乾淨股 標準這樣 來 5443的均豪 標準這樣 這個短線上面都不用追了啦 你追都有風險 你追都有風險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這四檔 所以策略我再講一遍 AI股票 像你熟知的那些什麼散熱啊 機殼啊 飾服器啊 有拉回 我們就去找白K跟阻力翻多的時候 進去買 因為長線趨勢就是往上嘛 那沒有問題 長線趨勢往上 那短線上面的部分 這個台積電乾淨股 現在資金就在這個地方 那你當然這個地方 先搶先贏啦 對 你看我們的榮來發 榮年發是不是 我先跟各位預告就公道漲停 禮拜五我跟各位講那一檔 封測股票 是不是盤中間漲停 會員 這兩檔會員都有做 我先講 會員都有先買了 都做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賺的話 成為我們加入成為比較快 那如果你想要驗證 吳遠老師的實力的話 那沒關係 你先來索取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 在下面請各位輸入我們賬號 小老鼠MORE88 小老鼠MORE88 先來索取這一份 台積電強攻之後的設備概念股 還有誰呢 會往上漲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大盤 多多少少不見得會再大漲 可能會震盪 可是個股表現的機會 我剛才講嘛 你看那個 OTC貴買指數是不是連續往上漲 那個機會很明顯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做一個把握 先輸入我們這個賬號 先來說取這份資料 我們資料 放在我們畫面當中的 你輸入之後 我們放在Light的首頁當中 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這份資料 先搶先贏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我剛才有講 在今天資金交交板會這個 互動的情況之下 AI概念股票 多多少少會震盪 那台積電 的設備概念股 還是有機會在漲 所以呢 我們跟大家來講 我們看圖卡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這個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強攻之後 還有誰會漲 這四檔股票非常重要 如果你說 你想看看 威老師我們所挑選的股票 到底有沒有夠強 有沒有夠飆 有沒有夠猛 對不對 這四檔股票 先讓各位來觀察 來卡位 都沒有關係 代號一開頭 三開頭有兩檔 六開頭的有一檔 這四檔股票 請各位來索取 怎麼索取呢 很簡單 請大家加入我的Light 那我的Light裡面當中 其實會有很多的 資訊跟大家做分享 就如同 來像2月16號 我跟大家講 早上中式講的節目 有一檔公告暫停 然後台積電 廣達 智原短線上面都過熱 這我們都在上面 會先跟大家做報告 OK 所以你除了 標股之外 你也可以得到很多 解盤的資訊 這個很重要 我們第一手的看法 都會跟大家做報告 好 那怎麼樣索取呢 怎麼樣取得這份資料 請各位加入 魏魏老師Light 帳號在下面 請輸入小老鼠 記得小老鼠不要忽略喔 你就把你的Light打開 然後點那個搜尋 你就輸入小老鼠 MORE888 輸入進去 你就會看到 魏魏老師的大頭照 好不好 你就把它點進去 就OK啦 點進去之後呢 點選我們畫面右上角 有一個首頁 點進去這份資料 我就放在上面囉 大家可以直接的來做索取 來做觀看 好 那我們繼續再講 所以你看喔 來 這檔榮年發 這會員朋友 我已經領先讓大家卡位了嘛 我說過股票最好買點什麼 白K要嘛什麼 要嘛主力轉強 你這兩個動作同時符合 各位這股票就是幹嘛 你第一個你風險很低 你說廣達是不是好股票 是啊 你看一下 是不是好股票 對啊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去追 難保你不會有風險嘛 他還是多方格局 可能他會震震震 可能他會這樣子 我可能打個比方 舉例啦 舉例 他可能會這樣子 然後才會漲 畫得太醜 再一遍 他可能會這樣子 然後後面才會勾上去 可是中間這一段 萬一他如果回得比較深呢 假設他如果回到季線呢 如果回到這裡呢 後面才勾上去呢 那你中間 你要嘛資金就卡住 要嘛你可能 短線上面你壓力會很大 也承受不住風險 你可能就賣在低點 各位同學 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好股票也要搭配什麼 也要搭配好買點 對不對 什麼叫好股票搭配好買點 好買點在哪裡 就在這裡啊 對不對 是不是公共掌停 對啊 有沒有 這個是會員已經 領先卡位 上個禮拜就買了嘛 上個禮拜就買了嘛 然後這個也是啊 這個是剛轉牆的股票 有沒有 我們也是請會員朋友先卡位啦 16號是公共掌停 有沒有 你要這樣做才會賺啦 好不好 這樣做才會賺 所以我們的AI標股 一路發的專案 你想要掌握這些 我這個最佳買點的AI股票 歡迎跟上我們腳步 這個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而且呢是相對優惠 相對划算的一個方案 跟大家做報告 好所以各位你再看來 2024年的四大主軸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AI伺服器 AIPC IP跟IC設計 這個都是接下來的主軸環境 所以你看 微影啊 你看股價 有沒有是不是短線上路拉回 因為你要注意看嘛 主力其實這兩天都沒有進場 有沒有 雙紅在上個禮拜四主力進場 結果呢 禮拜五稍微拉回 為什麼 因為他禮拜四很強 主力又進場 所以呢 禮拜五他拉回幅度相對就比較少 有沒有 這樣子你會判斷股票強弱 而且 哪裡是買點 這裡是買點 再畫一遍 再畫一遍 哪裡是買點 這裡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才是最佳買點啊 你知道會做股票嗎 懂嗎 要這樣做 OK 要這樣做 這裡也是啊 齊鴻漲到這邊的 就不要再追了 雖然他是白K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這邊再追 見準 勵志 財藥等等 很多很多的股票 後面都還有很大很大的機會 所以我們的AI標股 一路發專案 跟大家做分享 歡迎跟我們做聯繫 一起跟上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的 empresa 大师 我們在家裡